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耀 我們現在打一下復刻的地獄級魂石的無窮可能喔 那這隻薛丁格其實技能還算不錯啦 所以如果你有能力可以練一張起來沒關係 阿如果不行 也沒關係 就拿一張起來放著就好了 好 那這邊的話就帶大家用剛結束合作的一趴大獎 五條霧老師來通關喔 好 那這邊也是全咒術合作配置 那稍微幫我注意一件事情就是關卡裡面有五屬級啊 對 這個關卡還蠻值得一提的啦 因為他就是五屬級第一次出現的關卡喔 那也藉這個機會稍微講一下 五屬級跟五屬盾是不一樣 所以不要問說為什麼五條老師不能無視五屬級的部分 因為他可以無視的是五屬盾喔 好 那龍科的部分呢就幫我帶上自己的武裝就可以 那剛剛有講到五屬級啦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隊伍就是直接帶上五屬 然後讓附隊的這一隻五條老師去輸出就可以了 好 如果有沒看清楚的話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我們去符合紅綠燈 然後我們至少轉個5C 讓五條老師可以觸發那個減CD的隊伍技喔 然後左邊是首殺所以必須先帶走左邊 好 那第二回合的話 我們一樣再去符合一次紅綠燈就可以了 然後一樣至少轉個5C 好 這邊就把另一隻帶走喔 來 接著來到第二關喔 好 第二關這邊的話我們一樣至少轉個5C 然後轉完的時候看你要不要停火焰地 停或不停都沒關係 他反擊過來是不會死掉的 好 那8C的部分我們消 簡單消1到2個咒力其實就可以符合喔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這邊我們開五條老師 好 然後直接送給他就可以了 對 因為他有符石騙你啦 所以你可能會想說怎麼炸下來 版面不太一樣 不用緊張齁 OK 來 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有一個弓錢盾 那咒術師是可以無視弓錢的 這個是五條老師的隊長技 這邊我們就開虎杖 好 然後這邊我們去符合紅綠燈之外呢 我們也要把全部的暗珠銷到 好 這樣 OK 好 來 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不是啦 下一關 第四關 好 第四關的部分我們一樣開五條老師 好 那這邊開了之後呢 我們就主動去把水珠隔開就可以了 這邊是水符石連機靈化喔 他不是反手消 所以 不能去消到 如果是反手消就可以消啦 因為五條老師開下去就有無視反手消嘛 好 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開那個五條老師 然後我們把 換成把光珠隔開 好 這邊是光符石連機靈化 好 那他這邊的話一樣是有一個弓錢盾啦 OK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我們就直接開虎杖就可以了 好 他是拼圖喔 拼圖這邊的話呢 五條老師對五技也有內建無視 好 那他的技能是什麼 敵人的技能是吸收你的龍脈儀啊 然後增加自己的攻擊 不是增加自己的減傷 所以這個可以不用怕 不用擔心說 欸 忘了開龍科之類的 好 來 接著這一關的話我們就開五條老師 好 那個咒術師開下去就有解掉隱身的能力 這個也是咒術師專屬的隊伍技喔 好 來 這邊一樣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就來到王關 那王關這邊的話就是我提到五鼠級的部分了 這邊我們開五條老師 好 雖然我們開的是自己的啦 但是其實打到附隊的時候 那個傷害也是足夠的 前面五隻就幫你把五鼠的部分打完 那最後一隻就是專心把傷害做一個輸出就OK了 好 來 接著二血這邊我們一樣開五條老師 啊 如果沒得開就看你要不要開那個 那個龍科之力去檢 啊 如果龍科之力也沒有 也沒關係 這邊其實正常轉 不要去消到光珠就好 啊 你如果有要開固定版面就是稍微注意一下下 不要去消到光珠就可以了 像這邊稍微把它割開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就是復刻地獄集 帶大家用五條老師簡單通關 拿個獎勵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